嗨,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月17号,我是全民共振的悟庭。 大家好,我是周春风。 嗨,那么最近呢,周先生呢,就是在网上呢,公布了一个三缅这个视频。 这个三缅视频,其实是跟一般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不太一样,有很多数字啊,有很多那个,这个从哪里来啊,那个从哪里,我觉得可能是需要一些更多的解释啊,然后您怎么想呢? 我看了稍微有点糊涂,我就想今天借用这个机会啊,向那个周春风先生再请教一下。 请教谈不上,那都是个人的一点那个小研究。 关于这些数据啊,它的来源,我给了那个原始的文字版的那个,也发在网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我在那上面那些数据从哪里来的,都做了标注,也给了网络的链接。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大部分的数据都是来自于,那个中共诽谤的官方网站,比如说国家财政部,国务院,以及那个大大小小的官方媒体。 所以这些数据呢,它的真假,我们没有必要去,去管它是怎么真假。 你官方敢发布出来,我们就当那是真假。 对,对。 把复杂的事情我们简单化。 对,所以您做这个视频的主要的这个,这个概念,就是说从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些数据,已经就是说可以知道,就是得出这个结论,就是按照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情况和现在这个人口这些需要,三免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是吧? 这个结论,完全可以做到。 就是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然后免费养老。 那么其实呢,为什么三免那么重要呢? 这个,这个对于一个人,人类社会之所以出现政府,是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一个信任的机构来帮我们去做,因为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说每一个人都要亲自去做,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所以才会出现国家,出现政府,那么我们纳税给它,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里面,拿出一部分雇佣你来帮我们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它应当要承担的责任。 就是好像一个物业小区,物业小区里面,就是说你就是每个物业主物主交一定的物业费,然后物业小区的那个物业呢,就是要承担起责任。 对,这个比方答案非常好的,就是说我们买了这里的房子,雇佣了这个物业公司,那么这个小区里面的道路的清洁啦,那个垃圾的处理啦,包括一些那个公共设施的维修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你物业公司拿了我们交的物业费,你应该去做的事情。 那么现在中共诽谤的政府是在干一件什么事情呢?我收了你的物业费,但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不干。 他反倒还告诉你们,小区里面的那个道路上有垃圾,你们自己去清啊,不清的话还把你抓的去。 如果你跑到物业公司,说我交了物业费,你不帮我做这些小区的工作,我要求申诉,他这个时候反倒还上门来,把你抓的去,把你一顿暴打。 拿胶带贴着你的嘴,这不是一个物业公司可以干的事情,是吧? 对,那我们就这里就谈到就是我们一般的就是民主,或者是就是思想比较自由的人,就会用一个词,一个通用的词叫中共暴政。 我们一般想的暴政呢,就是好像就是武力的,或者说那种比如说是城管打人啊,对吧,然后那个警察滥用暴力啊,还有那个就是迫害异己人士啊,异议人士啊,把那个律师都抓进去啊,都是这种警察国家暴力机器,那其实暴政啊,可能。 那他的涵盖的面其实远远不止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在这个惯性思维里面,一谈到暴政,就觉得一定是这个肉体上的那个压迫,人身禁锢啊,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这个暴政呢,涵盖了你方方面面,你的生活的衣食住行,都在这个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既然是谈三面,我们就先姑且把那些什么司法黑暗啊,那个强征强拆啊,冤狱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先放一边。 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暴政之下的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政府从你本身应该拥有的东西里面给你夺走了什么,对,是吧,而且这个夺走是对每一个人,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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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无论你有没有强征强裁的问题,对,无论你有,你有没有遇到司法官司,无论你有,你是不是那个街上的小贩,被那个被,被撑官打了,对每一个人,他都是起到作用,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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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教育,医疗,养老,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而且是每一个人一生都无法避免的几件事情,而且这其实应该是现代政府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对,一个职责,一个责任,对,对,在国家层面上,他应该要维护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维护过那个国土的那个安全,那么对内他就应该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对, 人民的福利,你的福祉,所以这个中共暴政呢,多年以来,他就把我们在这一块上面的福利和权利,通过各种方法,给你那个掠夺走了,而且呢,由于那个整个的,中国大陆的媒体都是被控制着的,所以呢, 基本上是14亿老百姓对这一块都没有仔细去思考过,也得不到这种那个透明的信息,所以就一直蒙蔽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 很多老百姓啊,一说到这个生活啊,福利啊,等等这东西,他就,一个惯性思维,就是说,我们现在跟30年前,40年前比,我们现在好多了啊, 以前你也穿不到什么好衣服,一年也吃不了几顿肉,你也不可能说买房子,买车,但是呢,他恰恰忘了一点,是什么呢, 按照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这几十年的这个发展,我们应该享受到的这种民生上的福利,远远不止这么多,只是他从来没告诉你,你应该可以享受到多少, 所以你看起来只觉得好像,我比以前好了,可是你没有想到,我本来应该是更好的,应该比现在的民生福利要好多,很多倍, 对,其实按照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规律来看,其实人类啊,其实早已经解决温饱问题了,早就解决温饱问题了, 所以共产党一直说,哎呀,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其实是非常荒谬可笑的,尤其是在现代21世纪的这个科技这个发展的这个水平和生产力发展,以及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打开的这个情况下, 中共还在宣传啊,我们解决温饱问题了,这个其实就真的是非常可笑的,这个温饱问题其实早在什么,宋朝住就应该解决了, 你知道是不是,而且这里面还有个非常, 随随便说一下,我不知道是宋朝还是唐朝就应该解决温饱问题了, 这里面其实还有个问题,我们说句题外话就是,中共一直在说,我们那个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解决了14亿人口的那个温饱问题, 可是呢,这句话恰恰是完全颠倒的,是我们的劳动创造的价值,解决了我们的温饱问题, 而不是说共产党帮我们解决了问题,是我们供养了他,供养了他,而且是供养你是为了让你们为我们服务的, 结果他们还变成了,人民功夫骑在主人的头上,作威作福, 而且他们给那个社会福利非常,真的是非常少, 这块蛋糕是分的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然后造成很多社会的问题,造成很多社会问题, 就比如说养老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我知道那个在农村, 就是尤其是在农村,有很多老人因为疾病的痛苦, 然后他也没有那个医疗免费医疗嘛,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养老问题,然后很多老人其实就是选择自杀的, 对这个尤其是在那个黄河流域,那个北方, 还有那个西北地区,出现过很多这种, 这种就是,这个是人间悲剧, 人间悲剧,因为我记得,我知道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这个传统的, 因为我知道日本啊,日本以前,日本这个国家, 因为他的那个自然资源比较有限嘛, 日本以前他是有这个传统的,就是老人老了以后, 那个他们的孩子就把老人放到什么山上去, 就让他们在那里, 七十岁就让他自然死亡, 对,让他们自然死亡,那其实这是非常反人类的, 那其实中国历史上传统是没有这样子的, 对,尤其是我们一直讲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都把这个孝道也放在那个首位, 那现在呢,中共这个暴政啊, 也恰恰就专了这个控制, 对,他把政府应该承担的这种对老人的上养义务, 这种福利待遇呢, 他把它给强加到这个, 个人头上, 对,这些子女的头上去, 对, 用孝来麻痹你, 结果呢,就搞得好像大家都觉得啊, 上养父母是我们应当的责任, 其实呢, 在大部分的这种西方的民主国家, 上养老人照顾他们的晚年是政府应该承担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美国, 对, 美国的老人, 他的养老啊, 等等这些问题, 都是政府来负责的, 包括他那个身体有什么病痛啊, 全都是免费的, 接你去那个医院看病啊, 甚至有时候都是政府出钱雇车来陪你, 包括请雇工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两个, 一个极权独裁政府和一个民主宪政的政府, 他在这个事情上面秉持的这个根本的这个理念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民主国家, 他好处就是好在, 他的那个国家的钱该怎么花, 他是由那个大家选出来的代表决定的, 对吧, 权力是永远是像他的来源之处那个弯腰的, 对, 如果是老百姓用选票选出政府, 选出政府官员, 选出政府的话, 政府就必须要弯架身子来听老百姓的声音, 但中国就不一样, 任何一个官员他的身权跟老百姓没有关系, 只要上面高兴, 上面的领导喜欢你, 他就可以提拔你, 所以呢, 他就根本不会在意老百姓的声音, 他只要领导高兴, 一万个老百姓的愤怒都抵不上一个领导, 而且恰恰是民众的福利跟权贵的那个利益, 它是矛盾的, 对吧, 因为你那个权贵要强征暴廉, 那就说明能够给老百姓的福利就少了, 对啊, 对啊, 蛋糕就这么一块嘛, 你要多吃老百姓就得要少吃, 所以这里就是造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说老年人的中国底层老年人的这种悲惨的那种晚年, 还有一个就是医疗问题, 医疗问题我们也看到有很多非常悲惨的那种, 那种就是家长啊, 就带着孩子就就就就就跳楼啊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付不起那个医疗, 这个真的是非常让人非常痛心, 尤其我在那个三缅的这个这篇文章里面, 我贴了很多那个图, 而且这些图都是大陆的那个网上可以找得到的, 对啊, 最悲惨的像那种母亲抱着抱着那个幼儿从医院大楼上跳下来的, 那个抱着孩子跳河的, 那个最最悲惨的有一个是是是什么, 因为腿受伤了, 看不起病, 自己拿着锯子把自己的腿给锯掉, 对, 这简直都不都是人间炼狱啊, 人间炼狱啊, 如果是别人帮你锯腿都都勉强, 你还能接受, 这个简直是比关云长那个, 对啊, 那个割骨疗伤还那样, 关云长刮骨疗伤的时候, 他还只是话托帮你刮, 其他人对, 他都还做不到说自己拿就把刀刮自己的骨头呢, 对不对, 对对, 这个真的是人间悲剧, 就是说这个就是暴政, 暴政是什么, 暴政在这些多地方上面, 他就是反映出来暴政, 还有还有一点, 就是可能大家没有想到, 就比如说现在老人啊, 或者说是路人啊, 在那个马路上发生什么状况, 突然什么心脏病发作啊, 或者说是突然摔了一跤啊, 都没有人敢扶嘛, 对不对, 没有人敢扶, 一方面是因为他司法的这个制度, 就那个彭宇, 南京彭宇案,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如果那些病人啊, 你扶了他, 然后那个他去, 他接受医疗了, 然后他那什么医疗费用啊, 都可能要找到你了, 对吧, 中国有句古话, 叫什么, 就说我家里医食不愁, 这个时候我就会在意自己的名誉, 那中国现在的这种状况呢, 就是所有就赵家人以外的这些人, 他在自己的这个医疗, 养老这些问题上, 他都没有坚持的支撑, 所以呢, 就会造成这种什么, 老人, 但凡在路上一摔倒, 你要敢扶我一下, 我就赖上你了, 算你倒霉, 所以在网上也有这一类的争论, 就是说, 中国的道德水平下降, 究竟是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问题, 还是这个制度的问题, 实际上它就是制度的问题, 就是个制度的问题, 如果要是我们可以这么推论一下, 如果说一个政府, 他把你的养老, 医疗等等这些东西都给你解决了, 都给你包了, 你有这种坚持的支撑, 那么一个老人倒在地上的时候, 他就没有必要去讹你, 因为他讹你没有这个, 没有意义, 对, 所以呢, 当他得不到这种保障的时候, 他那个道德水准就开始往下降, 今天你降一点, 明天他降一点, 越来越演化就变成了, 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文明骨骼, 现在变得到整体的道德水平, 几乎可以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号了, 当然是倒数, 是倒数, 因为很多国家的人到中国发现, 怎么中国人那么冷漠, 就是说如果陌生人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都没有人管的, 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有这样子的社会, 对啊, 对啊, 其实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同情心它都是天生就有的, 但是呢, 有时候就说, 当我要是听从了我的同情心, 我去做一件好事伸出手去, 有严重的经济后果, 可能我会要承担不可知的金额的这种后果, 而且这个后果很可能是我无法承受的, 这个时候他就不得不去收起他的同情心, 即便这个老人或者孩子倒在路上, 我看见了, 我就从你身边走过, 我都目不斜视, 当着没看见一样, 这就是道德水准的下降, 而这个根源来自于哪里, 就是政府没有去好好的去承担, 他所应该要承担的这种责任, 还有现在就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一直非常关心的, 就是中国的年轻人, 就是孩子, 青少年, 他们那个校园临霸, 霸凌的事件越来越多, 然后校园暴力, 还有那个青少年非常冷漠, 还有那个残杀父母, 对吧, 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了, 然后一方面的你们可能说, 这个因为是现在是信息时代嘛, 有一点什么事情都爆发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 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跟那个留守儿童有关系, 对吧, 因为你很多父母都在外面打工, 然后都把孩子都托给老人, 老人呢, 他同时他还要, 老人还要在家里面, 还要操持家务, 说不定他要种田, 他还要做一些工作, 因为老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管孩子, 然后老人跟孩子有更大的代沟, 所以那些孩子基本上都得不到应有的那个父母的教养和那个关爱, 然后他们呢, 他的性格算是有缺陷, 对, 然后那些孩子呢, 很多都是在季孝, 就是季独生嘛, 小小年纪就离开家庭, 然后你把这些在心理上啊, 生理上都没有都不健全的孩子都不健全都把他们放在一起, 然后都都让他们这么吃啊住啊都在一起, 肯定有会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一个孩子正常, 他就应该是最佳的状态就是跟父母在一块, 感受这个父爱母爱, 这样对他能够的那个养成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事情, 像我们以前就比如说像我们, 我们长大的长大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是不幸啊, 家里面缺失了一个, 你对吧, 父母缺失了一方面, 都是觉得很可怜啊, 这个孩子没有母亲啊, 或者说没有父亲啊, 会因为什么原因, 对吧, 那现在, 现在这种孩子, 就是父母双方都不在, 都在外面打工,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一个问题呢, 是政府在教育上面的投入的资源过少了, 对, 本来应该投入到教育上的资源, 他没有真正投入到那个教育上面去,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教育的不公平, 按地域, 就这个户口问题啊, 你没有, 你在上海打工, 你没有上海的户口, 你的孩子也, 到上海, 你也不能正常去跟那个普通的上海孩子一样去读书, 那人家就会讲啊, 这个上海这么大, 外来人口那么多, 哪有那么多学校啊, 难道真的是政府没有钱去建这些学校啊, 不是啊, 不是啊, 你像纽约也是, 纽约是一个国际的大都市嘛, 它比那个上海那个信力还要大, 对, 从全世界的那个都有来纽约谋求生活的人, 那很多人呢, 他其实他的经济水平是非常不好的, 对吧, 他就是两手空空来纽约的, 然后, 纽约就可以, 纽约的公立学校就可以把那些孩子收下来, 对, 很多, 很多孩子的父母, 其实他们都是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 然后他们的孩子就是和, 就是纽约和美国, 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孩子一样, 对, 在这里插个题外话, 插个题外话, 我半年多前到美国嘛, 到美国, 然后九月份开学, 然后我们就找我们住的地方附近的那个学校嘛, 然后本来我们也不知道, 结果到学校一问, 孩子入学超简单, 只需要提供两样东西, 一个是你的身份证明, 一个是你的住址证明, 有这两样东西, 然后再加上孩子的那个免疫的那个是叫什么, 就从小打免疫诊的那个记录嘛, 有这三样东西OK了, 他根本就不问你是拿绿卡的, 还是公民或者是那个非法移民, 从来不问, 而且呢那个一分钱学费也不收, 甚至没有学渣费, 甚至没有学渣费, 早餐中餐也都是在学校吃, 而且很好玩, 那早餐中餐都是免费的吗? 对对,都是免费的, 从来不收钱, 而且吃的, 而且我问我孩子啊, 我问我孩子, 孩子回来跟我讲, 他说刚刚那个来了一个也是插班的, 刚刚从中国过来的, 在学校吃了两天那个午餐之后, 感慨的说了一句, 这比我们在中国那个学校, 就付费的那个学校吃的, 好的太多了, 好的太多, 每天都是要么是鱼, 要么是鸡, 或者是那个牛肉饼, 或者什么的, 牛奶, 牛奶随便你喝的放在那里, 这里就可以看出, 民主政府是怎么一个理念, 对, 对, 其实我在这里, 我虽然没有就是说在这里, 就是那个养老的这个经历, 但是我也是就是说看到, 目睹了很多老年人, 他们的那个老年的那个生活, 包括他们的那个医疗, 哪怕是那种康复啊, 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做了一个手术以后, 康复的那些费用, 真的真的全都是能有那个政府包下来的, 对, 这个真的是无微不值, 哪怕是他们去医院, 跟你讲个好玩的事情, 那个, 我有个朋友, 有个朋友非常搞笑, 他的他的妻妹, 嗯, 他的妻妹呢, 大姨子, 对, 大姨子, 到了美国以后, 然后就把父母也接过来, 接过来以后呢, 然后他的那个父亲呢, 身体不太好嘛, 要住院, 需要护工, 然后呢, 政府居然是这么给他处理的, 就是说他的大姨子的那个先生啊, 那个腿上有一点小残疾, 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呢, 他就没有去找工作, 没有找工作呢, 政府就跟他说, 他说你是自己家里的, 要不你来照顾他, 护工的钱呢, 我们就不请护工了, 我们把请护工的钱发给你当薪水, 就等于是什么, 女婿照顾老丈人, 政府给他发薪水, 这样一个民主的国家, 对于老百姓的民生福利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大家从这个势力里面就可见一斑, 但是在中国你能想象, 不可以想象,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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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佳伦, 赵佳伦, 赵佳伦生个感冒, 也是政府出现给你请高级护工, 像那种中常委级的那种, 他每次住个院几百万就花掉了, 你想想这个几百万, 如果是放在老百姓身上, 能够照顾多少病了, 所以我会在我的那个商民里面, 我统计了一下, 就是说中国每年用在这个医疗里面呢, 有70%以上是被那个一个小集团的那个赵佳伦给花掉的, 剩下的百分之二三十, 才是所有这些十几亿老百姓去那个分享的, 所以可以看出这里面巨大的这种特权的差距, 对, 对, 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都不谈那些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器, 什么器官移植啊, 这些都不谈啊, 就是谈最基本的就是民生福利, 就是谈民生福利, 在民生福利上, 中共是怎么剥夺全国老百姓的这个暴政, 这个暴政概念, 思想上一定要有一个逻辑上的误区, 千万不要走进去, 不能去跟什么, 不能去纵向的比较, 就是说什么叫纵向的比较, 就是说我今年过得比去年好, 这个是纵向比较, 你应该是做什么呢, 说是横向比较, 就是说比如说去年我过得比他好, 今年我过得不如你好了, 这就说明什么, 我在退步, 那中国是什么一个状况呢, 就是我们跟其他国家比, 我们不要说跟中国的40年前比, 而是跟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国家去比, 那比什么呢,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 我们去找跟我们的人均GDP差不多的国家, 我们来比, 跟他们相比我们在教育医疗和养老上面, 我是比他过得好呢, 还是比他过得更不好, 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了, 周春风啊, 您在那个文章里面, 您是拿台湾和深圳比的, 那么您说那个, 但是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发达地区, 在全国来说是一个发达地区, 有没有就是说能不能够有个什么其他的例子啊, 就比如说我在网上, 我找到一个例子, 就是南非好, 因为南非按照从2016年的这个数据来看, 南非的人均GDP, 其实是比中国还低的, 中国的人均GDP, 就是我的数据查起来的是8,643美元, 然后南非的人均GDP是6,180美元, 所以只少了整整那个2,500美元多一点, 其实都不用拿南非来比, 不用拿南非来比, 我们都知道那个不是, 现在不是有个金砖五国吗, 金砖五国, 中国,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度, 这几个国家的那个GDP, 我大致还记得一下他的那个人均GDP, 中国是8,600多美元, 然后那个俄罗斯和那个巴西呢, 大概都是在8,700到8,800, 比我们大概多了这么一二百美元, 差不多, 差不多, 基本差不多, 那南非呢是, 南非是你那个数据, 我不知道你哪里查的, 2016年的, 16年的, 那我查的那个是, 是大概是6,000不到一点, 6,000不到一点, 但是我们不用去管这些国家, 我们就拿一个什么, 我们拿印度来比, 因为什么呢, 印度跟我们一样, 人口非常多, 而且它是个亚洲国家, 对吧, OK, 印度, 它搞这个市场化经济改革呢, 比我们是晚了大概是, 15, 15, 6年左右, 它发展到今天, 它的那个, 人均GDP, 你知道是多少吗, 多少, 不到1,700, 哇, 跟我们差了多少, 差了6,000, 6,000美元, 简直是我们的一个领头啊, 我们就拿这样的一个国家来比好了, 在印度, 国民抗病, 就是不花钱的, 就是不花钱的, 真的吗, 因为什么, 这样的, 我查了一些数据, 因为它那个印度的数据比较难查, 我查的不是很多, 但是呢, 相关的那个报道这些东西, 我还是看到一些, 就是说国民, 包括什么, 包括外国的游客, 在他们国家去看病啊, 什么东西, 都是不花钱的, 因为医院压根就不问你, 那个给你开什么收费单啊, 什么东西的, 那么印度,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个人均GDP, 只有我们大概是四分之一, 都还差点的一个国家, 他都能够做到说, 国民的医疗可以免费, 中国8600多的那个GDP, 为什么做不到, 对吧,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打个比方讲, 印度的医, 那个医药是非常便宜的, 因为他的医药制造业非常发达, 他在全世界可能都属的照片, 对对对对对, 前段时间那个药神, 像那个格列卫, 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 那个参与发起和管理过, 一个纯民间的这个白血病救助基金嘛, 所以就知道这个格列卫的事情, 您跟元香巨师, 郭军的元香巨师, 其实一南一北, 一南一北, 当然他的那个, 他的那锅规模做得更大, 我和我的这些朋友做的就相对要小一点, 而且我们那个覆盖的范围比较小, 就只在我们家乡那一块地方,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就了解到了这个格列卫, 当时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格列卫, 官方的那个售价是2万2到2万5一盒, 这个是在中国的, 对对对中国的, 人民币, 我们都讲人民币, 官方的价格是2万2到2万5一盒, 一个月差不多要一盒左右, 然后呢, 如果是通过地下渠道, 从印度那个走私进来, 从地下渠道进来, 只要两千来块钱, 然后到了后面, 我们那个白血病基金, 因为被那个洪辉啊, 各方打压啊, 什么排挤啊, 最后搞不下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价格就更低了, 只有一千, 甚至低于一千, 所以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啊, 中国的医药行业, 本身也是权贵家族的那种, 就吸血机, 吸的是谁的血, 他不是蚊子吸你一点一点血, 抽血, 对啊, 他是拿着自来水管, 在你身上装了一个口子, 直接放开放了, 他基本上, 同样都是要, 他基本上就不让你活嘛, 对对对, 你想想看, 2万块钱一个月, 基本上一个是一个, 一个工作非常出色的, 就我们说发展非常好的, 一个人的全部的收入, 对, 这里再插句题外话, 就说那个, 我不是钥匙那部电影里面, 他那个电影, 当然是因为, 受限于这个中国这个电影审查机制, 他把这个格列位的高价格, 什么东西, 怪在那个研发公司身上, 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什么呢, 这个要, 进口药到中国, 他是要由官方的渠道, 往市场投放的, 所以在官方, 他要定什么价格, 其实研发公司, 没什么话语权, 其实是中国官方的定价, 对对对, 而且中国好像是这个药, 全世界卖的最贵的国家,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对对对, 所以也正是因为, 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呢 为什么在其他国家 在美国都卖的比在中国便宜 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所以回到刚才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 就是说 印度人均GDP这么低 它为什么可以做到 这个老百姓抗病 不花钱 或者是说 花很少很少的一点钱 这个多方面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人家的医药是完全市场化 市场化 不像我们呢 我们中国的医药 其实包括很多人 包括你 比如说我们那个抽烟啊 或者什么 全是由官方控制的所有渠道 基本上就是他 定价全抓在他手里 脸财的工具 对 前几天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那个 那个视频嘛 一个经济学者 他就讲了嘛 中国的GDP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是什么 是来自于烟草 我们中国的那个不是 有一万亿的那个财政税收 都是来自于烟草 中国烟草公司 就是说什么工商银行 什么东西 在他眼里都是小公司 都是小公司 但烟草公司是谁管的 赵家人管的呀 中共的那个 那个红色家族管的呀 对 对吧 像中国的很多产业 都是赵家人 对 就是什么通讯啊 烟草啊 对吧 他这个所谓的 什么国有企业 其实我在上面那个 那个视频里面 我也讲得很清楚 所谓的国营企业 全民所有制 他就应该是 全部老百姓共享 对 但事实上 不是 因为这种 所谓的那个国家主义 那个集体 集体主义 这种经济模式 最后这些资产 都变成了官僚 极少数个别官僚家族 所拥有 对 也就是说 中共500个 这种权贵家族 它是牢牢的控制的 中国的命脉 经济命脉 对 你的衣食住行 样样都在他身上 对 他控制这些经济命脉 然后呢 他一方面呢 他是就是 就是给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另外一方面 他也是用这个经济的手段 去控制其他的 去渗透其他国家 对对对 去渗透其他国家 然后为他买后路嘛 对对吧 他是这种政治的渗透 对 不管你这个一个国家的经济蛋糕 有多大 是大还是小 但是 唯一的一点他是不给的 就是说 他控制了这个经济命脉 唯一的一点 他是不给老百姓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好 那么你这块蛋糕大 对 经济落后一点 蛋糕小 但总归 他就是一块蛋糕 对 他要多吃 老百姓就只能少吃 对 是吧 你一块蛋糕 你不可能变出两块蛋糕 是不是 所以这个问题啊 我们中国这个民众呢 一定要想明白一个问题 其实我今天 今天过来 呃 约了去聊下这个事情 我最主要想说的一句话 是因为我要求 因为我要求 我最主要就是想说一句话 就中国老百姓 一定不要去想着说 我比以前过得好 对 而是应该想着 当你推翻了中共 那个中共暴政之后 你可以过得比现在好 N多倍 对 你应该 就是我们就是谈的 就是如果就是经济 不变的情况下 对 我们可以得到的 应该得到的 就是按 完全可以得到的 对 就是按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 对 我们不说往前发展 也不说他退后 就按今天的来来来衡量 但中国实现了民主之后 民主宪政之下的这种民选政府 他所能够那个 呃 实现的这种教育医疗养老的 这三个方面的 最直接的民生福利 他一定是比现在好的不知道很多倍 对吧 你像比方说 我在那个视频里面 我我我我有说 共匪 不好意思啊 我我我我说到他们 我实在拿不出什么好的词汇 就是共匪 他们就是匪头 共匪这些高官 中常委啊 政治局委员等等这些什么省部级干部 他们的家族在海外存款的那些那笔钱 我我我我当时不是算了吗 嗯 折合人民币不会少于三百那个三百万亿 嗯 是三百万亿人民币啊 您想想这三百万亿人民币 如果是拿来全国老百姓 我们打个比方讲啊 就就开句玩笑话说 把这个钱 全国老百姓把它给分了 自己去想一下 14亿人口 每个人能够分到多少钱 对 就为了这些钱 你都应该把中共 中共匪防把它给推翻了 对 我刚才说到南非啊 南非呢 就是说是绝对是对贫困家庭 孕妇和老人和残疾人 他们是实行免费医疗的 也就是说 他至少是保障了 就是说最需要最需要帮助的人 对 对吧 孕妇 孕妇因为他怀孕了 身体不舒服了 不能出去工作了 对吧 然后老人残疾人这些 还有贫困家庭 嗯 然后像另外有一些那个比较富裕的 你觉得这个普通平均的这种医疗资源 对 我觉得还还要享受更好的 那你可以再去买这种商业的医疗保险 作为补充 对 但是政府的职责 是一定要保障你最最基本的这种 人道上面的这种保障 这是一定要有的 对 他绝对不会出现说跟中国一样 看不起病 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 直接就从那个大楼上给跳下去 这个是人间 这是不可能出现的 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印度 虽然说他的人均GDP只有1600多 对 虽然说他能够提供的这种医疗条件 或许比不上我们这种8000多人均GDP的国家 可是呢至少人家做到了最基本的人道 对 人道的保障 他不会出现说什么在印度什么看不起病 直接就就就就去跳河 抱着孩子去去去跳楼什么东西 中国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否则我觉得中国就要被开除求计 对 因为这还是人嘛 这还是人类社会嘛 关键是什么 如果这种这种暴政他不改变的话 中国整个这个民族 一定会越来越趋向于那种道德的 不断的突破道德的最底线 对 不断的那个那个创造新的道德底线出来 到那个时候 那真的是跟你刚才说的那个会被开除求计 对 你会被所有的其他国家的人类不欢迎 对 拒绝你 对 这个非常可怕 对 还有您在那个那篇文章里面有提到神木县 神木县您这个事情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这个神木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是 这个正好也确实有网友那个问过我 说你那个424块钱 这个怎么算 或者是什么 我把原文给大家念一下 就是说神木县的数据说中央 中央 中央 省 地方 加起来总共支出2.3亿 分摊到全县 54.2万人口 平均每人是424元 那这个 他这个其实 其实是 就是说神木在那个率先实行了这种全县老百姓的这种免费医疗以后呢 就说 你一般的那个 看病啊什么东西 他给你的报销额都达到了80%以上 那么这些钱从哪来呢 是分着三 几级财政来划播的 中央一级 那个省里一级 然后地方上一级 从财政来划播 这几级财政总共 划播出了 就一年的支出 也就是2.3亿元 那按照他那个全县人口 人头一分 每个人是 每个人人头上面就摊到了424元 那么也就是说 你放在一个线里面 你是这么做 你把它扩大一下 放到全国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也是可以就是说 每个人头上分摊那个424元 就可以解决全国老百姓 至少是80%以上的 那个医疗费用 是吧 那么对啊 你这样一算就很容易算了 你比如说 一年就5000 就5000多万 对 不不不 不是5000多万 5000多亿人民币嘛 对对 其实就说 就比如说你那个药 就是你刚才说 那个治疗 那个血癌的那个药 那个格列 格列味 格列味 那个药 就算他那个药价 不降下来 我们当然是希望 就是说 如果这个中共暴政推翻以后 这个药价 应该是降到一个 合理的这个价位 就算他这个 那个时候甚至都用不了 一个人424块钱 对对 就算他那个药价 不降下来 你看2万块钱 2万块钱百分之八十 也就一个人只要说 一万七八嘛 一万七八嘛 你自己就付两三千块钱 那自己其实也是可以 一般的家庭也是可以承担下来 对对对 而且这里面还有个问题 还有个问题 就是什么 中共的这个所谓的 那个医疗保险 它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说本来 如果是没有医疗保险 你看一个同样的病 你可能只需要花个五百块钱 就OK了 也就是全市场花的 对对 就说 完全市场 我不要医疗保险 我自己去看病五百块钱 他现在呢 给你搞个什么 那个社会医疗保险 什么玩意的 然后告诉你 我给你报个百分之六十 或者是七十或者什么东西 话反正随他说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 他把你看这个病的五百块钱 都支出 把它虚涨到了两千块钱 虚涨到了两千块钱 然后他再帮你报个百分之六十 一千二 你自己掏多少 很简单的一个数字 就八百 结果就说 对呀 也就是说 没有你中共 那个中共诽谤提供的 这种医疗保险 我其实还可以花的钱 还更少 对对 但事实上 我们现在也都知道了 通过前一段时间的 那个 毒疫苗的那个事件 我们也都知道了 所谓的这些大型制药厂 等等这些东西 它背后全都是 权贵家族的资产 对 所以说 药价的虚高 一个是生产环节 它被那个 那个特权部 那个家族给控制了 然后同时 销售环节 对 这个流通环节 也是中国的医药 全部是要通过那个医药公司 然后进进那个什么政府 政府那个那个采购啊 等等这些东西的 通过这些流通环节 它又把这个价格给虚高了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说 我生产一片药 成本才两毛钱 到了医院里面去开以后 出来十几二十块 涨了五十倍 一百倍 而且它不光是价格虚高 它质量也不能够保证 对 对吧 说到这个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咬牙切齿啊 我孩子到了美国以后 去上学 上学不是 我刚才不是说了 提供三样东西吗 其中一样是那个免疫卡吗 对吧 对 结果呢 我们提供这个免疫卡 那个 因为是中国的 所以它必须要 还是要到那个医院 去进行一个免费的 那个检测 免费的 对 免费的 一分钱没收 结果到了医院 一检测以后 我孩子从小打的那个疫苗 有一半需要重新打 因为什么 无效 没用的 我已经算是 算是运气的 因为什么 你打的这个 至少还有一半 不是 打的这个 它只是无用 对对对 它至少还 还没有对我孩子的 那个身体健康 造成什么毒害 对 你像有一些那个 就前几天 我看到一个孩子 好像是 四岁还是五岁 那个小男孩 去世了 就因为毒疫苗 死掉了 去世了 我还算是运气的 那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视频前 这些看视频的 这些中国的 大陆的同胞 你能确定 你家的孩子 你的儿子 孙子 不会达到那种 有毒的疫苗吗 对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 如果作为一个 一个 对自己的子孙 后代的身体健康 生命安全 都不能去勇敢的 站出来 抗争的人 你就不配生孩子 对 这个 这个真的是 这个是其实关系到 每个人 对啊 每一个人 对啊 所以我们讲的 这个三面问题 其实关系到 每个人的幸福 三面就是 其实延伸很多问题 就比如说 你不能够解决养老 不能够解决 医疗的问题 这么就很明显 然后再加上 那个独生子女 那就产生 那个婚姻当中 对吧 女 那个女人的 那个人口 已经比例 已经比男人 男人少很多了 再加上 那个女方的父母 再加上 中国传统嘛 就是那个 女方嫁过去 就是那边的人了 那女方父母 肯定是要 要一笔 那个养老费用啊 医疗费用啊 那其实 也是很现实的 对对对 也是很残酷的 对吧 然后那年轻人 怎么拿得出来呢 年轻人拿不出来 就要问他的父母要 男方的父母要 那男方的父母 也是需要养老 也是需要这样的呀 对吧 所以现在出现 这种很奇怪的 就是孩子结个婚 要有六个钱包 来给你买个房子 对 两代轮的 两代轮的 那个一生的积蓄 全部都因为 一个孩子要结婚 所以你人生的 每一步 每一步 每一步往前迈 都要受到 中共暴政的弹剥 对对对 无论是你生学 谈恋爱 结婚 生子 看病 养老 赛养老人 死亡 包括死亡 每一步都是 都是关卡 对对对 哪怕你打个疫苗 你给孩子打个疫苗 也是 对 所以我们这 14亿同胞啊 一定要想明白 这个事情 老生常谈一句话 不要觉得政治 跟你没关系 你的衣食住行 包括你呼吸的空气 那都是政治 甚至有一些 那个P2P受害者 还有那个 去维权的老兵 他们都觉得 我们只是维权 我们不谈政治 对 你去维权 本身就是政治啊 你怎么还在说 你不谈政治 因为你维的是什么权 权力就是政治 对啊 权力就是政治 关键是这个问题 你向谁维权 你的权力受到侵犯了 为什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 对 这个就是 就是政治 这就是政治 对吧 这就是你的蛋糕 被别人侵犯 一个不知道多简单的逻辑 你维权向谁维权 对 你是不是向政府维权 你向政府维权 那不叫政治 那叫什么 还有一点 其实我还是想说 就是其实三免这个钱 花出去 它首先 它是让 就是让大家受益 就是说 可以有医疗 可以有教育 可以有养老 第二点 它就是 接受钱的那个对象 其实也是中国人 对 就比如说 你花钱 你给老百姓 买了医疗服务了 那么 其实拿到这些钱的 也就是那个 提供 给你提供的 服务的 给你提供这个 对 这个生产的厂商 等等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 也是中国人 对 也是中国人 对啊 就是 它始终还是在中国的这个辞职里 因为我们说的这个三免 其实也是要消费在国内的 因为你教育 养老和医疗 都是在国内的 你不可能三免三免到外国去吗 对不对 对 但是 但是如果不三免 这个钱被赵家的指数 那就拿到外国去了 拿到外国 那就真的是 那就拿到外国去了 那就拿到外国去了 像那个基本上就说 北美像美国加拿大 对 澳洲 欧洲 很多那种超高价的那个那个房产 对啊 那钱都是老百 中国老百姓 基本上都是华人 对 华人买的 那我就想问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嗯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或者是说 真正靠自己心情创业 赚下钱来的人 他会舍得花几千万美元 去买一种房子吗 对 只有什么 只有那种 贪污来的 嗯 那个受贿来的 啊 或者是那个巧取豪都来的 他拿钱才不单数 几千万买 买栋房子就买栋房子 还有就是贪官污吏的很多人 他那个钱呢 一个是往外流 还有呢 就是藏在家里面 嗯 对吧 藏在家里面 他也不能够使这个 使这个这个 对 转回到这个经济运作当中 对对对 嗯 没错的 没错的 嗯 这个就 这个就提到一个 就是一个 最根本的一个治国的这个哲学 嗯 就是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这个哲学 一套理论 其实说到最根本的还是什么 是弱民强国 对对 弱民强国 还是那个商君 历史上 对历史上啊 几乎 基本上都是这样 就是说一个国家 他真正的强大 嗯 是在于老百姓要富裕 对 民富者国富 嗯 我们中国 而且老百姓要自由 对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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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才会有思维的那个 那个创 那个创造性 才会有创 有创造性 嗯 才能够激发这个 整个这个市场 啊 那个那个的活力 而且我觉得一个自由的人 他会有一种向散的一种力量 对对对 他肯定是有向散的力量 对的 呃 可以这么讲 一个国家能够给你多少 嗯 你 你相应对这个国家的依恋度 嗯 对 就会有多少 然后这个国家就有凝聚力 对 就就就就拿我自己本身来讲啊 我我到美国也就半年多 嗯 我如果不来美国 我现在应该已经是在大牢里了 啊 头上戴着一顶老大的那个 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 对吧 那么我到了美国以后 作为一个新来乍到的一个人 啊 不管我去教育局去去给孩子 办这个转学的事情也好 还是那个孩子生病啊 我带他去看病也好 啊 包括方方面面 我都感受到一种亲切 那种和善 嗯 和善 对 所以呢 不由自主的 我就觉得这个国家 尤其是对我 他给我提供的这样的一种保护 啊 那那我在人身安全上面 不需要去考虑 那个后顾自由 而且其实他们 那些政府人员是根本就不知道您的背景的 对对对 您为什么来说 从来从来不问我 他从来就不会要求我说 你 你 你 那个 给我看你的那个什么 你是亲共啊还是反共啊 你 你支持美国政府啊 对 所以 所以我不由自主的就会生起一种说 我感恩这个国家 嗯 如果在 我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啊 因为我现在刚刚来嘛 但如果要是五年 十年以后 啊 我有能力了 我就愿意去回馈这个国家 对 所以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有一些那个 呃 前几年不是有个中国富豪吗 捐了一亿美金给 给美国的那个学校吗 对吧 国内的人还还骂他 为什么不宣给中国什么什么的 为什么要捐给美国 是因为人家在这里感受到了这个 这个国家对他的那种 上意 对 人都是有这种 这种自然而然的 这种反应的 而且 谁对我 而且 而且他 他捐出去的那个学校 他是有学术自由的 对 对对对 对 你要是捐给那些什么北大 我们知道北大现在名声都很臭嘛 对吧 基本上是那个 高官的 二奶的 小蜜的 这种 这种藏纳之处 嗯 所以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话 就说 你如果生活在 中共暴政统治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不管是这个民生福利也好 你的人生自由也好 你的思想自由也好 包括其他的声誉啊 等等迁徙等等 这些自由 你都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你时时刻刻 你的潜意识里面都有一种那种 惶惶不可终入 我没有 没有强力的支撑嘛 对 所以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 真正到了那种 有灾难来临的时候 你说要我去说 我要 舍弃一切 去为这个国家去付出 我老实告诉你 我做不到 对 除非如果是碰到那种 那种五毛啊 或者什么的 那也没话讲 当然 我说这个五毛啊 其实 它不见得是真的不懂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另外一个话题 而且我觉得 就是我们 我们这里要说清楚一点 我觉得就是说 弱民强国 这个国 其实并不是我们概念当中的国家的国家 其实它就是权贵的 它的一个政治机器而已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它就是权贵 就是掌控 掌控它的权力 掌控它的利益 然后骑在老百姓 是头上拉层拉尿的这个 这个为非作歹的这个工具而已 当然这里要特别注明一下 这是中共暴政之下的这个国家 是这个样子 对对 西方民主国家不是这样子 对 所以您不要觉得 哎呀 为了我们的国家 我可以牺牲我个人的小我 其实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您所牺牲的这个国家 并不代表您的利益 也并不代表您的安全 它就是中共500个权贵家族 以及他们爪牙 对对对 这里其实也可以聊 聊几句题外话 我原来在国内呢 经常通过网络啊 或者是其他途径 那个宣传一些这个民主理念 什么的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就是什么 总是觉得因为几十年 那个共匪 就一直是这么宣传的 说什么 有国才有家 对 所以 这里面有个非常非常搞笑的逻辑 大家去想一想 是有米才有饭 还是有饭才有米 是有砖才有墙呢 还是有墙才有砖 想想这个问题 是有水才有海 还是有海才有水 对呀 那个有句话叫什么 叫大河有水小河满 我就想问一句 大河从哪里来的 而且我们都知道 无数条的小河的水会流到那里 才会有长江黄河 对对对 所以没有了国民 这个国家都不复存在了 都不复存在了 你还在舍弃 舍弃个人 在国家利益面前 所有个人的那个震荡权力 都都都不重要 你这这典型就是中国的那个一句 那个俗话就叫 被人卖了 你还帮人家数钞票 而且我觉得现在中国 就是老百姓被剥夺的 就是没有权利 也没有利益 没有各方面 没有各方面的自由 最可怕的是思想麻木僵化 对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整个国家 它有一个 整个国家呢 有个共产党化 整个共产党呢 它有毛泽东化 也就算越来越像 然后整个国家 也就是整个出来的人 就越来越像毛泽东 那毛泽东是什么呢 就是生活上的流氓 政治上的流氓 也就是说 整个中国 中国人的性格 就越来越流氓 对吧 尤其是他现在 现在好像 好像有点实力了 他这个流氓的 这个态度 越来越摆出来了 那其实很多 就是其实很多 中产家 家庭 别看他就是好像觉得 日子现在过得还不错 什么的 好像那个房价还挺高的 其实房子也卖不出去 钱也收不回来 然后呢 他们这种家庭 其实也有个后顾之忧 就是说 其实家里面 有人生一场病 就那个 对 就去年的有一篇 在网上流传的 非常广的一篇文章 就叫一个 一个北京中产的 那个 那个什么来着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查 那里面就讲了一个 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一个在北京 原来生活的非常好的一个 从事 好像是从事金融业的 这么一个中产阶级 就因为他的老丈人生一场病 整个家庭的那个经济就垮掉了 对 所以国内这些同胞 千万不要觉得 我今天可以花好 那个花好 月月月 睡月静好 对 除非你能够保证说 你这一辈子 你的全家人都不要去生病 对 就是不可能 都不要去生重病 这基本上 但是问题是 就用马云自己说的话 因为这个食品 空气 水 土壤 对 方方面面的环境 都在下降 所以呢 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居民 他的癌症的那个发病率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而且好像 你能保证你不生癌症吗 对 对 中国那个癌病 癌症的发病率是 是非常高的 现在是 所以说 全世界 民主 民主政治 虽然不能够解决说 能够保证你 不生病 但是他至少能够保证说 当你在生一场 重病的时候 你不会说 因为我 口袋里没钱 我连病都不能看 对 民主的好处就在这里 不要觉得 我们从来 虽然我们是 坚定的民主派 但是我们从来也不会说 民主是万能要 只要民主了 什么都可以解决 不是的 民主也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是民主至少能够 保证你活得像个人 对 你能够活得有尊严 对 有安全感 对啊 因为我觉得 其实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这个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我觉得 一个人 他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 他是不可能 体会到幸福的 对对对 对吧 不可能是对家庭也好 还是对社会也好 现在很多女人 他要嫁一个有钱老公吗 他为什么 他其实就是 找着一份安全感 对对对 他就是这么安全感 那其实如果 让他为了 他的这些安全感 他牺牲了 他的很多东西 也就安全感 他是个底层 他为了这个安全感 这个底层 他牺牲了他上面的 很多的那种需求 就比如说 他精神上的需求 对吧 精神上能跟对方 有产生共鸣啊 这种 这种需求 所以我觉得 这个其实对整个 民族来说 都是很可悲的 因为你如果 每个人都不幸福的话 对吧 这个国家就肯定强盛不了 这个国家 就是没有 对 无法强盛 就是人间地狱 你说人间地狱是什么 人间地狱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 年轻人不能够 自由的恋爱结婚 对吧 那个孩子不能健康的成长 对吧 不能够得到 他们应该得到的教育 老年人不能安逸 养老晚年 度过他们的晚年 那就是人间悲剧 然后中年人累得要死 对吧 他为了他的孩子 为了他的房贷 为了他的老人 小心翼翼 他不敢开罪任何人 对 就活得像 怎么讲 就出卖了 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对 来换取这种苟且偷安 苟且偷安 但是这种苟且偷安 它是非常脆弱的 也是不老靠的 对 任何一个 意外的一个事件 就可以把你这种 打得粉碎 而且是粉碎 而且你像 你比如说是就拿那个 就拿中年人来说 就是拿那个 就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的 你看在美国 在公司里面 一般在公司里面上班的 那个公司都会帮你买 那个医疗保险 然后这个医疗保险呢 是可以就是包括你的家里人的 就是不光是包括你的 比如像我的公司 不光可以包括我的配偶 我的孩子 还可以包括我的老人 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老人 就是说虽然就是美国 美国的老人基本上都是包的 但是如果是我有一个老人 比如说是外国人 就是我母亲是外国人 他其实也是可以包的 就是说这些政策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中国好像没有 中国如果就是有一个人 他比较幸运进入一个 效益比较好的公司 或者比较国企 那么他可能有一些医疗保险 那么其实他的配偶啊 他的孩子还是不能够 对对对 还是还是不能够包括的 对对吧 没错是这样子 所以就说他家里 出了些什么事情的话 他其实也是那个没有办法 所有的档子就在他一个人身上 对啊 对吧 但在美国不一样 在美国这种民族国家 如果我自己有点什么事情的话 我的孩子啊 或者是我的配偶啊 或者我的父母啊 什么东西 我不会为他们太多担心 不会 因为即便没有我 后面还有政府 对 即便我不在了 政府也会照顾他们的那个 那个 就是说 尽管不是说 要让你过得什么 什么非常奢华或者什么 但是你作为一个人的 基本的需求 什么东西 绝对不会没有掉 绝对不会没有掉 基本的健康 基本的营养 尤其是孩子 你看孩子 你看周春分先生 那个孩子在那个学校里面 那个吃的那个早餐午餐 都是非常有营养的 对吧 就基本上都是解决 每天都 有婚有素 吃的说不定比家里还 那个 而且 而且很搞笑的是什么 搭配好 因为从小喝牛奶 习惯了喝牛奶嘛 然后那个 还没开学的时候 我就每周要去给他买牛奶喝啊 什么的 开学了以后 我家牛奶都不用买了 因为学校里天天 学校里喝过的都当水喝了嘛 说起喝牛奶啊 我们讲个题外话 就是说很多人来美国之后反映 觉得美国牛奶怎么不好喝啊 好像没有中国牛奶香啊 因为没有三句轻案嘛 后来他们发现 其实中国的牛奶里面有放香精的 对啊 对啊 就是说你不知不觉 不说三句轻案 就不知不觉 你喝的都是一些什么化学的那个成分 因为在美国基本上 那个虽然我来的不久 当然我也大致知道这个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敢在食品里面 添加这种对人体有危害的东西 你这家公司 你再有钱估计都不够赔 像那个山路 山路这样的事件 那恐怕已经不是说什么 什么告到你破产啊 或者什么的 那个行则是一定比这个更重的 像那个山路的那个董事长 好像是姓田吧 对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从无期改判有期 然后后面还加了两次减刑 还给他减刑啊 对还减刑了 就等于是前后三次减刑 从无期到那个有期徒刑 已经减了一次 然后后面还总共是减了 减了三年零三个月 等于是减了三十九个月 那可以想象得到 他现在已经是七十岁左右了 我估计再过个一年两年 他可能在花点前搞个取宝后生 从此逍遥自在 对 想想山路清暗这个山路奶粉 害了多少中国的那个婴幼儿 居然就这么不了了之 而且当时的那个责任官员 什么东西还名声暗将 先给你免职 过了一阵子以后 在悄无声息的在其他的位置上 那个人好像本来是管食品的 后来却是管医药品了 对啊 所以才会有这些什么毒食品 毒疫苗啊 这个简直是 你想想如果这个事情 我们不要说美国啊 省得他们老是说 你一讲的就讲美国 你是什么美分的 我们没有拿过美国政府一分钱 但我们现在就说韩国 自己去查一下资料 在韩国如果出现这个事情 韩国政府要担多大的责任 对 所以这关键的一切的根源 其实就什么 就是你这个政府的权利 到底是从哪来的 是从上面往下面的 还是从下面往上去的 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很多 要讲的那个点很多 我觉得也讲不完 我们得分 如果要把它给讲清楚 至少要讲到17号 17 因为您在 我就想讲一下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的话题 就比如说那个 行政荣源的问题 就是您在那个文章里面 就是讲到 中国的那个行政开支 很多都是 就是因为他那个 就是什么 人员机构 人员机构 超级臃肿 超级臃肿 对吧 都是因为他关关相互啊 自己把自己的什么亲戚 什么都拉进来啊 什么 对这个我们都还没有讲 然后那个 还有您在那个文章里面提到 就是说关于军事开支的 您说那个民主国家之间 没有发生过战争 我觉得这个也其实蛮有意思的 这个事情您怎么看 还有关于什么 那个 还有大撒币啊 就是说那个 整个有这么多问题吗 还有关于那个新藏 西藏和新疆的开发问题 还有那个中国那个 这个就是 今天可能 下次吧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了 这个视频可能太长了 一个多小时了 大家也 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对对对 你要讲的太多 大家一下子也消化不了 对 其实我们 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再回顾一下 主要是讲 多讲几期 主要是我们想 跟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暴政 中共暴政 它不是是 只对那些维权人士 也不是只 针对什么 异议人士 其实中共暴政 是对每一个人 哪怕是你现在觉得 自己经济条件不错 岁月静好 小日子不错 其实中共暴政 也是在影响着你 而且是直接影响着你 不是间接的影响着你 而且中共暴政 是对整个民族的 那个 这个 这个道德水平的 这个影响 是非常非常坏的 对对对 是让中国 中国人整体的 那个道德水平 就是 就像您说的 不断的突破底线 一次一次 不断的 不断的突破底线 对对对 所以这个 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 而且您 还有什么 就说嘛 今天我们聊的这些 其实归根结底 就一句话 就是 没有政治上的 这种民主化 你就不可能活得像一个人 一个一个人 应有的那种尊严 你就不会有这个 今天你即便活得 觉得自己有房有车 口袋还有点票子 但是没有人可以保证 保证说 自己的人生永远不会遇到坎 是吧 人生就是 就是这样的 你说不准哪一天 那个一秒钟之后 你被车刮了一下 对 谁都保不准的 所以你不要觉得 好像今天我还行 你一定要拘安思危 所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 那个一个 最大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中共的这种 极权政府 对 必须要推翻它 而且尤其是 现代中国人 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密集 越来越多的人 是选择居住在城市里面 是住在一个非常密集的 一个人和人之间 不断发生关系的 一个环境当中 所以说 这些关系是用什么来 什么来那个组合的 其实就是政治 对 所以政治其实现在 就是你是逃脱不开的 它就像空气一样 无处不在 政治政治 也就是说 您如果是个老板的话 就比如是这样子 您如果是自己 自己做的不错的老板 您要找人吧 对吧 您找人 您找一个 您找一个什么 那个 那个 社会新鲜人 这个社会新鲜人 如果是一个留守儿童 对吧 也就是 他可能是心理上 心理上有这种 严重缺陷的留守儿童 他可能就会 对您的公司 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不对 这其实就是很明显 比如说 马路上 马路上有一个 突然有人 就是发疯 要报复社会 对吧 谭凯撒撒 你怎么能够 保证自己 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吃不准的事情 吃不准的事情 那我们再说的具体点 我们再说的具体点 中国的这种豆腐杀工程 是吧 对 你再有钱 你还能保证到 你走的每一条路 都是专门为你而建的 下面 钢筋一条都不少 对 对吧 像那个 那个 视频上有看到 那个马路就 抬 抬掉了 那个洞 对啊 对啊 一个大洞 然后对小汽车就直接掉到 桥梁突然 断掉 还有那个动车事故 温州的那个动车事故 你再有钱 好了 你去坐动车 你有身份吧 是吧 可是呢 你也保不准 啪 动车一撞 直接给你埋掉了 这个事情不是 不是我胡扯的 大家自己去翻一下 那个记录 埋掉之后 居然还 那个因为一再的坚持 从那个车厢里面 救出了一个孩子出来 结果那孩子的父亲 还被强行 被禁声 禁声 不准他说话 对对 你想想 这个如果是在西方民主社会 可能发生了 其实道德的沦丧 就是非常 其实非常可怕的 他的源头就在政府 道德的沦丧 不光是 就是人感觉到心灵的那个寒冷 其实也是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就比如说上次那个 在重庆 不是有人就是跟那个 公交车 不是跟司机打架 那个掉下 跟司机打架 然后司机那一火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车就开到那个 那个江下去了 对对对 那为什么 其实这里面就反映了 就是如果一个人 每个社会 都会有失控的人 就比如我们说 那个父女 失控的那个父女 就哪怕她是个疯子 就是说她 这可能在每个社会都有 她突然 突然产生这种情况 但是全车的人 其他的人为什么没有阻止她 因为他们害怕呀 他们害怕承担责任呀 这里面我倒觉得 可以再说一个 所以他们就是觉得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哪怕其实 这个女人跟这个司机 打闹这个事件 其实对他们的生命 是有直接后果的 但是他们冷漠惯了嘛 就是对那个公共的事情 冷漠惯了 就是我能少管一件事情 就少管一件事情 所以才造成这样子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说有一个点 我必须要说一下 比如说那个 我们大陆的同胞案 他有时候一讲到这个事情 他说美国不也有 那个什么强击案啊 什么东西 但是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一句 对不起 我可以说一句 如果这个事情 发生在美国 就是这个 如果有人发疯了 去跟那个公车司机 去纠缠的话 首先这个公车司机 会马上把车子停下来 还有 如果这个公车司机 来不及停车 或者说 因为什么原因 不能停车的话 其他的乘客 会把这个女人 会把这个闹事的人 给控制住 控制住 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说 总是说 美国是个民主国家 那美国这样的国家 为什么也会有 那种什么枪击案啊 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这里面 你要去看 它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 任何一个国家 即便是日本 也有杀人犯 对不对 瑞典这么文明的国家 它也有犯罪的 而且是单一民族的 但关键是 关键的 它的那个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说 民主不能够保证说 这个国家的所有国民 都温文而养 总有那种 什么心理上有问题的 或者是什么的 天生就这么暴力的 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呢 它这个只是 它个人的成因 对 而中国很多问题 它不是的 它已经成为全体的 它是什么 它是因为政治 造成的 它的那种 受到的迫害 然后那个怨气 无处发泄 对 然后去报复社会的 对 所以一个是个人成因 一个是体制成因 对 你像那个 那个公交车 纵火案 中国已经发生了 不止一次两次了 最后查出来 这个这些 造势者都是什么 都是因为受了 政府的迫害 无处申诉 所以最后一怒之下 我去烧公交车 对 是不是 所以这完全 看起来表象是什么 个人对社会的抱负 但是它背后的成因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 中国大陆同胞 是一定要在这个逻辑上 对 要厘清他们之间的 而且我还想说一句 就是说其实 就是美国 这个民主社会 它有一个好处 它是可以不断 自我修正 自我修正 为什么我说 自我修正这件事情 就是说起 美国 说起校园暴力 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 从九几年 我就到美国了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听到的那些 就是光是从 媒体上面 听到的那些东西 我感觉 美国的校园暴力 是比中国要厉害 因为首先 美国的孩子 他比较自由 然后美国的这个民族性 他比较 他比较彪悍 所以当时呢 就从媒体上的反应 美国的校园暴力 的确是比中国厉害 然后就出了 出了几句那个悲剧 然后呢 但是因为 它是个民主的一个机制 所以各方面 大家都来讨论 校园暴力 怎么解决 怎么会产生的 对吧 校园暴力 它最后发展到 要杀人的这个地步 其实是杀人的这个凶手 其实他以前 是被别人欺负的 他从小被别人欺负 就是因为那些小事情 他不给 没有解决 因为美国 其实他这个教育环境 是比较宽松的 就一些小事情 一些小事情 可能老师也没有什么管 发现有教育漏洞 发现有 有那个学校 教育和家长都 社会各个方面 都有漏洞 然后大家一起来补 所以其实 我是觉得 而且我自己的孩子 在美国读书嘛 我觉得美国 这整个教育界 对校园暴力 淋霸的 这些事情 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是非常重视 所以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就是 我孩子的这个校园的 这个心理环境 是非常好的 但同时呢 就是同样的 这一个阶段 同样这二十多年 我看中国是走一条 倒退的路 倒退的路 因为以前中国是 以前中国的这种 校园的这种环境 还是比较传统的 因为中国是比较 注重教育 讲到这个事情 上回的那个案子 就很有代表性 哪个案子 就是那个 十五六岁的 那个女孩子 欺负另外一个同学嘛 这个 叛了重心 但这种事情呢 在中国 几个中国女孩子 不是 中国的留学生 在美国 欺负 也是中国的留学生 然后在美国 叛了重心 因为他那个 心智不成熟 谢谢你 谢谢你提示 心智不成熟 他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多少还可以理解 可是呢 接下来的事情 就非常 非常有 有代表性了 就他的父母 为了孩子这个事情 从中国 飞到美国来 一下来去去找法官 找正能去 去贿赂 去行贿 因为在中国 就是这样一个思维 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我花点钱 找点关系 OK摆平了 最多给你唠一个什么留校查看 或者一个纪律处分 也就是这样的 其实孩子教训 还是没有得到 他认为钱就可以摆平 对啊 对啊 也就是说 他有钱就是大爷 有钱就是给欺负别人 有钱就可以零败 所以说就是因为中共暴政 所多年积累下来的这种 这种漏 那个 这种 这种惯性 就造成了他们什么 他们认为 世间的事情 都是可以用权力和金钱 可以解决的 但是在美国 真不是这样子 美国是一个 副总统 因为停车违章 一个小警察 就敢给你开罚单 总统还得 副总统啊 副总统还得老老实实 拿着那罚单 去警察局去交罚单 别以为好像说 你是副总统 你就怎么着了 在法律面前 人人是平等的 是的 所以呢 就像你刚才说的 美国的这种制度 它可以 不断地去修正自己 不断地修正 它本身就是一个表率作用 你一个副总统 停车都可以被开罚单 那好了 老百姓自然也不敢 那中国是反过来的 一个小科长 你干了一点坏事 我可以找点关系 请科生那个送礼 我就把这事情解决了 OK 副科长也会学 科员也会学 然后这个科员的 他的身边的亲戚朋友 听说这个事情 他也会去学 是吧 所以其实 所以道德底线 道德底线的不断的滑落 就是这么来的 而且你比如说 有些人占了便宜的 那就是等于某些人 就他的公平的权利 就被侵犯了 对啊 对啊 对吧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归根结底 还是一个制度问题 对对对 就像那个一平说的 李一平先生最近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中共洗脑套路 您中了几招 他里面就说就是民主啊 就是说民主是可以让人民的素质提高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这个 现在网上呢 有一种那个论调 盛销成上来 就是说这个民主素质论 说中国的民族 那个素质不高 不适合民主 对 中国人素质太低了 其实 需要管的 对 成龙说的 其实这些东西啊 人天生生出来 他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你给他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他就顺着那个东西就去了 对 人性其实像什么 人性如水啊 嗯 当没有一个制 那个那个制度的约束他的时候 他永远都是往低挖去的 对 对不对 所以呢 制度给给给你这种不限制你的恶 他的那个恶就不断的膨胀 到的底线就不断的下滑 所以根本不存在说什么 中华民族什么数字低 我就想问一句话 日本今天够不够文明 多少年来一直被世界公认为 最文明的几个国家 那个之一 可是想一想 在几百年前 也就仅仅是几百年前 日本还是把我们中国看作是天朝上国的 他们每年都要派人到中国来学习啊 等等等等等等 那就好了 想想 如果要是我们的那个文明数字 那个民族数字不高的话 人家为什么要向我们学习 对 是不是 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日本的今天国民数字的上升 并不是说他这个民族一直是这样的 以前那个日本是属于也是蚂蚁啊 也是属于蚂蚁一类的 正是因为 他们以前连信都没有的 对 在二战之后 那个麦克阿瑟将军 就掐着他的喉咙说 你必须实行我给你们制定的这个宪法 正是因为在这种民主宪法的体制下面 整个国民的数字 然后根据 再结合他原来的这种传统文化 才会有今天的这种 日本的这种文明 所以这种所谓的什么民族数字论 这种腔调可以扔掉了 对可以 如果继续要在这上面去强调什么民族数字论 我只能怀疑你 非蠢即坏 你要不是蠢要么就是坏 今天我们讲的够多 都一个半小时 我们下次吧 我们下次吧 反正我们这就是随意的聊聊天 随意聊聊天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大家有什么 有什么 题目我想跟我们讨论的 都欢迎 我们也可以做直播 有的时候 对吧 如果网友有兴趣 就你们给我们那个 推荐题目 反正呢 我们也是普通人 我们并不是说什么学者 或者什么的 就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然后在美国生活 见证了两个不同制度之下的 国家的方方面面的这种状况 来进行一个对比 来寻找这个两个体制背后的 这种逻辑关系 到底是哪一种 才是更适合中国人的 我们就是一个随意的漫谈 没有那么严肃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好的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